好那么在这几天呢 民众都可以看到街上都有候选人的踪影 那么也都是全力展开扫接拜票的活动 不过第四选区的现议员候选人中肃镇 即日起将不扫接拜票 改以23号办理音乐会 以及24号办理座谈会 要用轻松的心情来迎接11月26号的投票日 选战进入最后阶段 许多候选人都全力展开扫接拜票的活动 不过第四选区的现议员候选人中肃镇 即日起将不扫接拜票 改以23号办理音乐会 以及24号办理座谈会 以轻松的心情来迎接11月26号的投票日 为了在选前不造势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不移无接的方式 是希望让我们的地方在这次的选举 能够更平顺 而且在交通秩序这个期块 我们配合了整个地方的不干扰 所以我们选前呢 就办了一个11月23号的我们的音乐会 让所有的选民呢 也来这边来天天我们的音乐会 来舒散一下 我们自己选举期间的降一个温 同时呢 也跟大家一起同乐来谈谈地方的地方式 让大家一起知道选举的重要性 中肃镇说 目前在各个街道上都能看到很多的候选人 为了不要打扰民众 在选前竞选团队就决定停止所有的扫街 更欢迎民众23、24号来到总部共享选举 1月23号呢 我们在下午3点就开始进场 就在这个领域里面开始进场 那我们的时间一直到晚上8点 我们也不扰民 所以我们会很快的就做快闪式的结束 同时我们在现场呢 有不同的年轻人 不同的 不分年龄的来唱老歌 唱民歌 同时也唱了一些孩子们 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曲 同时有很多的我们的业势的表演 就是让大家轻松的过一个我们显前的一个晚会 那11月24号呢 我们在傍晚6点半的时候 我们就进场来跟我们所有来自不同领域的 我们的好朋友们 一起来谈谈我们的地方建设 未来为我们以后的发展来发声 钟素震说 他28年来都在地方一直没有停过的服务态度 永续服务的心 就如同期望的花莲南区建设永续发展一样 可以更好 值得更好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 采访报道